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27日 星期五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特習以色列 擄走超過200名人質作為談判籌碼 美國等多方希望通過滑船 促使哈馬斯釋放人質 阿拉伯海灣國家參與了調停 卡塔爾首相10月25日表示 關於加沙人質的談判正在取得進展 希望很快就會有突破 另外 以色列國防軍在25日晚 突然進軍特襲加沙北部 襲擊了哈馬斯的多個目標 有媒體紛紛報導 以色列暫時同意停止進軍加沙地帶的時候 以色列國防軍在10月25日晚 就突然進入哈馬斯控制的加沙北部 襲擊了哈馬斯多個目標 隨後就迅速撤離 這次襲擊似乎是戰爭開打以來 以色列部隊對加沙最大規模的進攻 以色列軍方證實 已經針對加沙的哈馬斯據點進行徹夜掃蕩行動 使用大量戰車和裝甲車等 摧毀哈馬斯基礎設施和反戰車武器陣地 在以色列軍方公開的畫面裡面 大量裝甲車駛過邊境地區 在沙漠地帶前行 並且有推土機移平防禦設施 坦克發射炮彈 以及炮彈摧毀建築物 以色列國防軍IDF發表的聲明指出 今次任務的目的 是為下一個階段戰鬥任務進行準備 似乎有意預告大規模地面入侵 摧毀哈馬斯的行動即將展開 以色列軍隊在完成這次階段性任務之後 所有單位和士兵都已經迅速撤出 返回以色列境內 有評論說兵不厭詐 以色列軍隊行動太突然 估計哈馬斯恐怖分子被打到措手不及 同時以色列和美國 目前正致力於營救人士的外交滑船 以色列政府25日表示 被哈馬斯扣押的220名人士之中 有一半以上是外國人士 138名人士持有外國護照 包括15名阿根廷人 12名德國人 12名美國人 6名法國人 和6名俄羅斯人等 很多人持有以色列雙重國籍 但泰國、尼博爾、中國、斯里蘭卡、 菲律賓和坦桑尼亞等國家的人士 並沒有以色列雙重國籍 以色列政府另外指出 哈馬斯特襲 造成來自40個國家的328名外籍人士 死亡或失蹤 參與營救人質談判的卡塔爾首相 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 星期三在該國首都多哈 透露了談判進展 他說人質釋放談判 仍在進行著 與最初相比 已經取得一些進展和突破 我們仍然對此抱有希望 如果雙方能夠和睦相處 我們應該很快就可以看到突破性結果 以色列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哈內格比 星期三在前推特的社交媒體X 感謝說 在促成人道主義解決方面 卡塔爾正在成為非常重要的一方 與利益有關的一方 華爾街日報10月25日的消息指 美國官員和熟悉以色列計劃的人士說 以色列暫時同意了美國的請求 即將在預期的地面入侵加沙之前 以色列會部署防空系統 來保護駐紮在該地區的美軍 拜登25日作出最新表態 他暗示 以色列和阿拉伯倫國 必須開始思考 對加沙發動報復性攻擊後的問題 他說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應該在安全 有尊嚴 而且和平的情況下 比倫共處 又補充說 當衝突結束時 必須有一個關於未來的計劃 就美國來看 必須是達成兩國方案 也就是被巴勒斯坦獨立見過 他強調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已經無法重返10月7日前的狀態 現在以色列必須確保哈馬斯 無法再構成威脅 利用巴勒斯坦人當作盾牌 以此同時 五國大樓正在爭分奪廟 向該地區部署近10套防空系統 包括在伊拉克 敘利亞 科威特 約旦 沙地阿拉伯 和阿拉伯聯合油長國服役的美軍部署防空系統 保護他們免受導彈和火箭彈的襲擊 到目前為止 美國官員已經說服以色列方面暫時停止行動 直到最快在這個星期較後時間 部署好這些設備 官員說 以色列在計劃中 還考慮到向加沙境內的平民 提供人道主義的援助作出努力 以及釋放更多被哈馬斯扣押的人質作出外交努力 習近平10月25日 會見了加州州長劉森 這是一次令外界相當意外的會面 有一種看法是 這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可能有關係 習近平和州長劉森討論了氣候變化問題 美國之音說 視頻人士認為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今年較早時訪華 習近平故意備而不見 相對來說 劉森是地方官 這次訪華也本來只是一個普通的禮行外事活動 果然能見到 習近平 算是獲得超規格待遇 顯然是 習近平在向白宮傳達一個 願意與拜登回顧的意思 此外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將在26日至28日訪問華盛頓 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及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會談 路透社25日透露 王毅亦有可能會見到美國總統拜登 不過不確定雙方會面時間會有多長 也不確定雙方會談是否涉及實質的內容 但假如只是問候 王毅亦仍然是拜登在新德里G20會場短暫見過李強之後 與美方會面的最高級別中共官員 此時政席已黑開戰 中俄伊朗陣營合力對付自由世界的關鍵時刻 北京突然對美國立場軟化 引起各種猜測 部落客主山角龍分析 可能中共提前指導普京矮在彈籍 所以對美國的政策突然來一個大轉彎 近日知名俄羅斯電報頻道General SVR稱 普京22日晚間在沉塞心臟躁停昏迷 特勤聽到總統沉塞串泥跌倒的聲音 納赫茶漢 醫護隨即對普京進行心臟復甦術 之後送到官底內的特殊重症監護室 克里姆林光發言人佩斯科夫24日駁斥這個傳聞說 普京很健康 但這個電報頻道在25日下午又爆料稱 過去一天內普京的病情都沒有好轉 主診醫生說奇蹟不會發生 還要家屬做好最壞打算的準備 山角龍認為 本來習近平是要和拜登撼到底 不參加今年的APAC 但因為聽說普京差點死 嚇到立刻打發王毅去美國和拜登下跪認錯 山角龍分析 普京如果真的出事 習近平的壓力就實在太大了 俄羅戰爭估計要立刻結束 畢竟仗打成這樣 任何人都沒什麼可能替普京man這個黑王 馬上結束戰爭是最體面的事 也是俄羅斯最好的選擇 同時 伊朗、敘利亞等邪惡軸心的成員 都有可能撐不住 只是剩下中共 習近平可能很難捱下去 此外 針對習近平意外會不加州州上流心 分析人士也有其他看法 時評人李林一認為 流心很可能在2028年代表民主黨 參加美國總統競選 而且會是熱門人選之一 習近平的野心之一是 開始為自己在2028年後 與美國領導人的交往鋪墊 由此能夠看出習近平的另一種野心 當然就要掌權到2028年後 以下衝突爆發之後 德陸不少人在當局輿論引渡下 一面倒支持哈馬斯 德國對以色列持堅定支持的立場 10月17日 德國總理索爾茨訪問以色列之後 被中共煽動的愛國網友 開始湧入德國駐華使館官方的微博留言 展開罵戰攻擊 將以色列比作是納粹激起德國方面憤怒 德國使館發文怒轟 不是無知就是無恥 據香港01報道 在索爾茨訪問以色列之後 德國駐中國使館的微博 就湧入大量憤怒 以及出言不信的言論 還有人留言說 以色列是納粹 並且在自己的頭像 將以色列國旗和納粹符號結合 對此 使館在24日鐵文回擊說 由於信奉言論自由和理性辯論的力量 使館准許鐵文的留言有負面批評的內容 但是同時強調 這樣的自由並非毫無限制 同樣 也不准許有美化納粹主義的言論 或者使用納粹標誌的行為存在 文章強調 隨意敢叫人做納粹 只會暴露自己的愚蠢 德國很不幸 經歷過納粹主義肆虐的年代 我們心知 這意味著什麼 文章最後還嚴厲表示 那些在頭像處心職內 將以色列國旗和納粹符號結合的人 不是無知的蠢人 就是無恥之徒 這類帳戶 將會被我們永遠封鎖 德國駐華使館官方微博 已經與所謂愛國網民 和微博管理層有過交鋒 10月7日 該官方微博發表文章 通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違反國際法 並且強調 德國永遠支持烏克蘭 而只是呼應德國對以色列的支持 隨後博文被微博管理員刪除 18日 德國駐華使館官方微博 將17日的博文截圖 再次發表 並且配上文字說 親愛的粉絲朋友 我們昨晚發表的貼紙 似乎消失了 我們唯有再發一次 今年年初 使館的官方微博 因發表文章 批評希特拉的納粹政府 引起小粉紅的攻擊批評 該官方微博隨後發貼說 刪除不友善的言論 並且反問中國網友 每個人都可以思考一下 這些關於德國的不友好評論 你們是否也可以用來批評中國 和中共政府 我們來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彭博社報導 10月22日 中共海警艦和海上民兵船 以及菲律賓補級船 安利沙美2 和菲律賓海警船 在南海先後兩次發生碰撞事件 馬尼拉批評中共海警 危險攔截 侵犯菲律賓主權 拜登25日 在美澳聯合新聞發布會作出回應 明確表態警告 如果中共在南海襲擊菲律賓船 美國將會被迫介入干預 拜登表示 就在上星期 當我們的菲律賓朋友 在南海專屬經濟區內 執行例行補給任務的時候 遇到中共船隻 非法而且危險阻攔 我想明確表示 美國對菲律賓的國防承諾是肯定的 對菲律賓飛機、船隻 或者武裝部隊的任何攻擊 都將會啟動我們和菲律賓的共同防禦條約 彭博社分析 拜登在中共外交部長 王毅確定這個星期到華盛頓參加高層會議之前 發表上述談話別具意義 王毅美國之行 被視為可能為下個月 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拜習會奠定基礎的一部分 而美國的表態 就顯示著重於控制緊張局勢的外交接觸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 在26日至28日訪問華盛頓 美國國會眾議院共和黨外交領袖呼籲拜登政府 不要輕順中國共產黨的虛假承諾 應該向北京當局提出具體要求 包括釋放美國公民 以及停止在南海的軍事擴張行為等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克爾·麥考爾 和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金瑩玉 25日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譴責中國外長王毅 即將對華盛頓展開的訪問 聲明中指 從對台灣和菲律賓 絕絕逼人的軍事行為 到任意拘留美國公民 並關押政治犯 再到強迫各國參加一帝一路債務陷阱項目 可以肯定中共是一個不可靠的合作夥伴 對此台灣思想彈劾專欄作家趙君索認為 共和黨的人就在提醒拜登政府 不要因為眼前有迫切的事 就被中共勒索成功 這樣解決短期問題 可能將來要付出更慘痛的代價 他還舉了奧巴馬當政事失敗的例子 他說就好像當年那樣 敘利亞用了化武之後 奧巴馬本來說要出兵 結果沒有出兵 甚至還要普京來調停 將一些敘利亞的化學武器轉到俄羅斯那邊保管 表面上看解決了問題 但是大家對奧巴馬的承諾 還有美國做世界領導人的角色 就發生了很大的懷疑 這個也造成了之後一年 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 另外趙君索強調說 中共會用各種辦法試探底線 中東戰爭爆發 其實比較右派的媒體 例如《華爾街日報》一直有提醒 這個背後主要是伊朗在搞鬼 那麼世界上對伊朗有影響力的國家就是中俄 當然中共的角色現在更重要 為了避免這個戰爭全面擴大 看看中共能否對伊朗發揮影響力 但問題就是中共會不會趁機試探底線 上星期在菲律賓人外交那邊 官方都承認雙方的船隻有發生碰撞 中共也和普京一樣做一些小動作試探 開始試探底線 避免這個時刻 會不會趁機遇到